秦康熙皇帝一生子女众多 生了35个龙子 20个龙女 另外还有一个养女 其中有三女嫁到了金内蒙赤峰 分别是三女 顾伦荣姓公主 五女 何硕端竞公主 十三女 何硕温克公主 结成了草原姻缘 死葬赤峰 荣姓公主 与何端竞公主的墓 均已遭挖道毁坏 荣姓公主墓最惨 荣姓公主位于赤峰八陵左旗 八眼尔登 苏木十家子 嘎茶八眼套白山西南路缓坡上 前面就是茶干木轮河的冲击平地 地势开阔水草丰美 是一片遗藏风水宝地 墓地平面呈长方形 四周有砖砌围墙 由祭殿和墓园两大部分组成 当年非常气派 墓园约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一 地面原有高大的砖砌宝顶 荣姓公主被破坏于1966年 八陵右旗至1966大世纪记载 9月八眼尔登公社胜利大队社员 在破四旧中挖掘青固伦荣县公主陵墓 亲历者回忆 由八眼尔登公社石家子和茶干混迪 两个生产队聚集200余人 来破荣县公主墓的旧 在统一指挥下 首先拆除荣县公主墓园地面建筑 然后挖开墓的地下部分 当天没有破完 随后两天继续干 前后花了三天时间 一处气派的贵族陵园建筑便消失了 荡然无存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座被挖厚的大坑 荣县公主后人在这里树立一块墓碑 以示纪念和证明 荣县公主墓向北偏西20度左右 为罗盘上的奎钉像 建造时非常讲究 四壁全用整齐的长方形 白石条累契 用白灰钩缝 墓顶用白石条横扑品盖 公主的棺果南北向放置于墓石正中 棺于果外表均刷紫红色漆 荣县公主墓是她和驸马 乌尔滚还有儿子林布的合葬墓 丈夫乌尔滚是火化 骨灰罐放在她棺果南侧方形座上 罐外表用金字书写 俄妇马夫将军多罗郡王 东侧放置儿子林布的紫色小骨灰罐 上述是始发后 当地考古人员调查和清理时记录下来的 负责挖墓的社员进入地宫后 开始撬棺 但遇到了大麻烦 棺材不见缝隙 用拆除地面建筑的铁稿 无从下手 但根本刨不动 铁稿头刨到官身上直冒火花 如刨在石头上一般 原来荣县公主收敛后 官身再刷漆 一层麻布一层漆 刷了多层 将官身紧紧包裹起来 密不透风 据说漆层有一灵米厚 如此厚的漆皮 干了以后却是坚硬如铁 想轻易撬开是不可能的 后来为了好大的劲儿 才撬开了棺材 将紫红大棺撬开后 眼前一幕让不信鬼神的社员大吃一惊 荣县公主收敛时 盖着穿的都是华贵丝织品 尸身用黄绸被子 密密实实包裹起来 连脚趾和手指缝隙都不露 揭开被子 躺在正中的荣县公主 披荆带银 竹光宝气 如刚下葬 衣物 面容 发饰无异 跟睡着一般 有胆大的用手摸了一下 发现肌肉竟然没有僵硬 还有弹性 毛发均未脱落 三四十年后 当年的亲历者 还记得清清楚楚 此说不虚 八零又旗帜上 也有这样的记载 出土时 公主尸身玩好 肌肤尚有弹性 这骑士引起轰动 迅速传向四面八方 开关时 据荣县公主下葬 已过239年 尸身不服 显示了清朝皇家 脸尸仿佛 有秘术 而收敛后 将官衫重新刷漆蜜蜂 隔绝空气进入 让棺材形成了一个真空 无疑使关键一环 尸身不服 确实奇迹 但对荣县公主来说 并不能算是姓氏 惨遭辱尸 连当年的清历者 都羞于细说 考古人员后来调查发现 荣县公主生前 个高不到一米六 梳双变 每变三骨 辫子长长的 约有0.75米长 关内葬事为 养身直肢 头男脚北 头戴金质凤冠 足灯大红段 满帮绣花靴子 手戴金镯四肢 金戒指六个 身穿多层袍服 至少有四层 尸身旁边 还叠放有八件袍服 最外面穿的是一件 用密密麻麻小珍珠 串坠起来的龙袍 连皇帝皇后 都没有这样的龙袍 珍珠团龙袍 龙袍明黄色 里层衬白底暗花丝绸 用金线 坠多达八万余颗 小米粒大小的珍珠 绣成的八团降龙图案 八条降龙分布在 袍服前身后背两肩 及前后下摆上 前胸后背为威武雄壮的正龙 两肩及前后片下摆 稍靠上处 各绣一行龙 每条龙中间 都用珍珠 坠绣 瘦子 寓意吉祥 这件龙袍 现在成了当地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很快 金冠金簪 被摘了下来 荣县公主的 金制奉冠 价值连城 冠上 仅金制事件 就有一百余件 形态各异 件件精品 使用了花丝 点萃工艺 水平极高 其中金簪七件 金奉使六件 遂寒三有金饰两件 特别是遂寒三有金饰 构思巧妙 用赤金打造 借以绿松石 玛瑙 宝石等 构成典雅华贵的 松竹梅图案 随后 荣县公主尸体 被拖出棺材 外面的袍服 被扒掉 服饰被一牧民 拿走了 但琪琪 闲是牧里死人穿的 不让放在家里 这牧民 便将服饰 拿到外面山沟里 掩埋了起来 过几天 又扒了出来 当地猎奇者 就此寻访 得到的说法是 当时生产队的队长 将这些衣物拿回家 在家院外 拉一根铁丝晾晒 有一位牧民 偷偷拿走一件袍服 回家改做成了裤子 穿了好几年 后来上面查下来 上交了三件 这就是现在博物馆中 包括珍珠团龙袍 在内的三件袍服 其余衣物 皆不知下落 最残忍的是 见尸身不服 悟性是因为嘴里含有宝物 有人便用稿头将公主嘴撬开寻报 结果把荣献公主的三颗门牙都撬掉了 但嘴里并没有发现宝物 荣献公主尸体见光后 很快发生了变化 肤色渐渐变黑 还算有点良心 有人又把荣献公主尸体埋回了 想不到几天后 其里来人 又将荣献公主尸体扒了出来 运到其政府所在的大阪卫生学校 供卫校学生打针实习用 两个月后 有自治区的考古人员下来调查时 还看到了荣献公主的尸体 但严重受损 头已不见了 用手轻触尸体 依旧有弹性 这些事 当年的亲历者都不好意思说起 那荣献公主尸体 最后怎么处理的 在大阪卫校放了一段时间后 担心尸体腐烂传染 据说领导让 十八林又齐烟酒公司的门卫 背到十大阪镇西北 气象站西面的大沟里扔了 估计后来被洪水闯走了